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当美元薪值的时候 石油的价值便会相对的下降 假设一败块的美元可以买进一桶石油 但由于预期美元薪值 明天其实可以以相同的价钱买进更多的石油 因此 今天石油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油价也会下跌 例子是2007年的时候 美元因为美国的测量问题一致下跌 加上人员危机 油价暴涨到147块的利息新高 第五 开采成本 开采石油是需要时间以及金钱成本的 假如工人的工资和添置机械 当油价一级下跌到厂油箱的生产成本水平或者是以下的时候 它们就会停产或者是结业 令到供应减小 油价就慢慢回升 因此 开采成本是会影响油价的 例子是2015到2016年的时候 油价有高位112块一桶 回落到20块水平一桶 很多油公司结业 供应减小了 最终石油需求自我调节 油价就开始反弹 因此 油价的涨点有当中的原因 影响的时间有长有短 能够明白以上的原因就可以明白油价的主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